《最杭州》 看遍北美大事 欢迎收看这期的北美新闻周报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英镑对美元汇率创历史新低 投资者抵御政府税收计划 奥克兰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6人受伤 一起来看一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伊恩在佛罗里达州造成了破坏 造成至少21人死亡后 于周五在南卡罗莱纳州登陆 这场风暴袭击了Georgetown附近 在Charleston东北约60英里处 当时是一级飓风 周晚些时候 仅若为热带后期旋 预计风暴将在卡罗莱纳 大部分地区和大西洋中部地区 带来强降雨 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伊恩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强的四级飓风之一 飓风袭击佛罗里达州的一天后 佛罗里达州遭受的破坏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它淹没了该州两个海岸的房屋 切断了通往一个岛的唯一道路 摧毁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海滨码头 使267万佛罗里达州家庭和企业断电 佛罗里达州高级官员周五表示 飓风可能至少造成21人死亡 不过一些新闻报道的死亡人数更高 与此同时 搜救队继续在大量残骸中搜寻幸存者 到目前为止在联邦和地方应急人员的帮助下 该州已经实施了700多起的救援行动 并与在大风期间避难的3000人取得了联系 搜救队正在继续寻找更多的可能被严重洪水困住的人 周四议备的两名前高管因参与网络跟踪计划被判入狱 他们的跟踪目标是一个电子商务博客背后的一对夫妇 该博客被认为他们发表了批评该公司的言论 异贝前安全和保安高级主管詹姆斯鲍被判近五年监禁 异贝前全球弹性主管戴维·哈维尔被判两年监禁 两人对该案的指控认罪 鲍哈维尔和其他一些异贝高管在2019年策划了异常行动 骚扰网站ecomerbets的编辑和出版人夫妇伊娜斯坦娜和大卫斯坦娜 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是一场离奇而复杂的三部分骚扰行动 伊贝高管多次在推特上向这对夫妇发送骚扰和威胁信息 斯坦娜夫妇在波士顿郊外的家中还收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快递 鲍哈维尔和其他人也从加州前往斯坦娜家监视这对夫妇 另外五名伊贝员工已承认在此事件中犯有合谋罪 周一一艘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宇宙飞船 与一颗足球场大小的小行星迎头相撞 这是对美国宇航局保护地球 免遭世界末日能力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测试 美国宇航局的飞船成功地撞向了距离地球680万英里的小行星 迪莫佛斯 这项被称为DART的任务 标志着人类首次尝试移动另一个天体 目的是看一颗冲向地球的大型小行星是否能够成功地转向 宇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7点14分 以每小时1.5万英里的速度与小行星相撞 直播视频显示 在飞船撞击之前 小行星布满碎石的表面逐渐成为焦点 任务控制室爆发出欢呼声 NASA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家们相互拥抱 撞击发生后不久 美国宇航局行星科学部主任洛里格里兹宣布 这是人类的新时代 他说 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能力保护 自己不受危险的小行星撞击的伤害 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 我们以前从未有过这种能力 全球投资者对英国新政府的减税和举债计划的强烈反对 周一仍在继续 英镑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英国央行和财政部纷纷出面安抚市场 继上周五宣布税收计划后 英镑延续了在历史上最糟糕一天的跌势 周一早间英镑对美元一度跌至1.035美元 但午后有所回升 因市场猜测 英国央行就汇率走势发表声明 并押住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加紧加息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元走强导致的 随着美联储提高利率 以对抗美国的通货膨胀 美元走强打击了世界各地的货币 今年夏天 欧元对美元汇率跌破了1比1 终于中国央行将人民币汇率 定在两年多来的最低水平 同时采取措施控制人民币贬值 周三下午 奥克兰一所学校校园发生多名枪手 参与的枪击事件 至少造成6名成年人受伤 枪击事件发生在下午12点45分左右 地点是King East States综合学校 受害者包括两名学生 一名辅导员 一名保安和另外两名校园员工 其中两人情况危机 另一人情况稳定 其他人已从当地的医院出院 对加州奥克兰至少两名枪手的追捕仍在继续 警方称 这是一起与帮派有关的事件 奥克兰警察局长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知道 至少有两名枪手和另一名同伙 与此案有关 但可能还有更多的人 他指出 调查人员认为这起事件与团伙有关 他补充说 我们认为 至于我们城市正在发生的冲突有关 这些冲突导致整个城市发生暴力事件 我们将继续追踪线索 找出责任人 我们还在这个校园里找到30多发子弹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感谢上帝 更多的学生没有因为这次行动而受伤 以上是这次北美新闻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